居然的民众 大家好 今天跟大家报告下居然的情况 和提醒大家需要警惕 今天想提醒大家警惕 是因为目前看来这个疫情的传染 跟它的零星出现在社区 是值得大家去多加关注 大学生从外地回来 我恳请把这些学生 要自主的居家隔离 或者是尽量减少 打球这类不必要的活动 非常重要 因为我们已经看到 这类社交活动所造成的影响 第二 当出现确诊的时候 必须不能够隐瞒 必须把所接触的层面 把所接触的群体 要一五一十 详细的报告给医护人员 这是必须的 这是一个基本负责任的一个做法 不然的话 别人跟你有接触并不知道 别人确诊的 再传给他的家人亲友 他们也是非常无辜的 所以我要求所有这些人员的必须要 有这种担当这种精神 必须是要把这种情况 你有这个责任 需要告诉接触过的朋友 有这个责任 把这个情况告诉医护人员 不能够隐瞒 因为你要知道这个隐瞒 可能会造成更大的一个影响跟伤害 我们也知道说 比如说刚才提到 这位球友 他所后来传染到的确诊者 并没有收到 卫生局的通知去做检测 而是在本身觉得身体不湿 过后去做检测 这说明了这个 确诊者 并没有把情况很详尽的告诉医护人员 所以我呼吁这些人 我们要有这个担当和负责任的态度 跟精神来处理这样的 面对这样的一个情况 所以今天也整体的告诉大家 如果你有接触到确诊者 应该怎么办 在里面留下文字的几项建议 第二如果被确诊了又怎么样 就刚才所强调的 如果被确诊了 不要惊慌 要回想 详细的那个接触的层面 要把这个详细的情况汇报 然后相关的业者 相关的业者 如果在你的客户 光顾过后呢 也需要在这种情况之下 让其他的客户有权利知道这样的事情 那么这个确诊者本身去过的球场是哪一些 他需要通知有关的业者是否应该关闭 如果我们在其他日常的生活 同样的要提醒大家 要保持这个SOP人生距离 那不管是成运 还是去商场 都需要保持这个SOP 因为这才是最有效的方式 我们也知道说 要戴口罩 我们也看到市面上很多人 口罩没有戴好 我也建议大家尽可能 还是要用三层的医疗口罩 而且我们戴口罩的时候 尽量把口罩戴好 而不是把彼此露出来的口罩戴好 把它戴上去 而且要压抑 把那个口罩是紧密的 不然是白带一场 白忙一场 所以不要用布的 我们用真正有过滤病毒效用的 医疗口罩 所以最后呢 希望我们这疫情虽然出现一些零散的社区感染 大家能够共同安全的度过 所以每个人 市区里面每一位 每一位都有这个责任 保护好自己 家人 市区的其他朋友 所以 从个人遵守SOP做起 那么如果接触到确诊者 要尽量做一个相关的检测 或者是自我的隔离 第三 如果是确诊的人 需要把详细的情况 如实的告诉相关的部门 让相关部门能够很好的旅行他们的工作 好 谢谢各位 谢谢大家